说到一念无名 当时曾志伟说服了俞文乐一起来出演 那么俞文乐也男主角 而且就想尝一尝得奖的滋味 这部片就让他也入围了 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虽然说没得奖 不过当时他所演的躁郁正青年 那内敛又有爆发性的演出 让他的演技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俞文乐这几年尝试了非常多种的戏录 也做了一些牺牲 包括了他必须要维持自己入戏的状态 所以进到那个角色 长期的这样的抑郁 可是私底下的他又勤练身体 看到了练十个月的肌肉 为了要演悟空传 他说还是要保持对演戏的热情多多挑战 被誉为俞文乐演技最纯熟的电影 一念无名 描述一个患有教育症的青年 因为独自照顾生病的母亲 在一次病发时意外造成母亲的过世 你怎么整个龙头一样的 俞文乐因为此片第一次入围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对他而言是一大肯定 不用准备吧 我也不会准备要讲什么 还有已经拿下金马奖的金燕玲 以及曾志伟与方浩文 全都入围香港金像奖男女配角 演员们答应无仇接演 全是因为相众好剧本 我刚才讲我们的资金是有200万装备 他们的片酬已经超过好几倍了 他们一听下来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壮产的东西 就是他们要看这个作品 这个故事这个电影是不是好的电影 很感谢的就是说他们回去看了之后 基本上过两天打给我们 就跟着我们说他们要做 我是那么年轻的导演 他是那么年轻的电视 他们没有觉得我们是小朋友 他们看得好就去做 整个题材都比较沉重 然后每个人都对这个男主角 有一些的抱怨跟一些的 对 无讳 所以他主要是面对好几个不同的角色 加上他是一个情绪上其实有问题的 所以你可以刻下来知道 他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为了入戏 余文乐在片场刻意和曾志伟保持距离 电影中时而陷入深沉忧郁 时而情绪张狂大暴走 其中最重要的一幕 是情绪崩溃到超市狂嗑巧克力 一边吃一边难过大哭 让人看了好心疼 我补拍了一天 这个巧克力多到我就 我记不起来 反正我有一段时间 我见到那个拍这些巧克力 有点怕 我想是一半还是三分之二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应该 我可以 我觉得我有我要的东西 可是他还一直吃 因为他在找一个情绪 然后他就一直在吃 他就找到那个感觉 所以他吃了很多很多很多 吃了觉得不行 再来一次 可是他自己的事很成 做得很好 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每一次峰会之前 我都会为我自己到极限了吗 还没有 对自己要求高的表现 也包括在身材锻炼上 出道以来 一直是斯文潮男形象的余文乐 2017年初释放出一支健身影片 苦练十个月练出明显肌肉线条 原来为了街拍悟空传 为了角色需求 豁出去 六个小时 我六点钟起来 七点 锻炼 十点 烈完 十二点休息 午觉 三点到 四点到七点在里面 每一天都一样 而且应该 那段时间没有什么痛 因为不能处于吃饭 35岁的余文乐 出道迈入16年 一开始引起注意的电影 回溯到十多年前 无间道三部曲 饰演梁朝伟的少年时期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啊 对不起长官不清楚 不过长官今天早上应该很匆忙 因为你穿了不同的袜子 那天还想给我做 你不终于送给医院的 由于又坚毅的眼神 销售有形的脸蛋 比起谢霆锋 成冠系的光芒万丈 在香港这一带的小声当中 余文乐并没有在一出道 就制造一鸣惊人的存在感 而是靠着一步步电影 慢慢累积实力 有没有听过 哇 富村有UFO的吗 你有吹水啊 喂 真的的喔 四十几年前 曾经有人说 哇 哇 富村呢 就有个很大的UFO 这一步使得很近 2010年的爱情小品 致命与春娇 让余文乐有了大萤幕 代表作 所以流流唱 会往上几个人家来的 两年后的续集 让张志明的萤幕形象更加鲜明 余文乐自然不做作的演出 不仅是代表作之一 致命春娇三部曲 也将推出第三部 为了演出《悟空传》当中的二郎神 娱乐苦练肌肉 展现不同的萤幕面貌 更是他追求的目标 我不想重复太多的类型的角色 我不想失去那些 对拍戏的那种冲动 因为太多重复的 肯定会有一点点麻烦 我想保持着那个 对拍戏的那种新鲜感 你喜欢这儿吗 我以为你喜欢这儿 就是有一点怂啊 他主动了 2016年参加大陆实敬秀 《我们相爱吧》 宇宙等宇配对为宇宙CP 两人相差十岁 节目中互动有如真实情侣 娱乐的熟男魅力 展露无遗 也为他赢得高人气 很MAN的一面 也展现在真实生活中 2016年12月 IG上公布和台湾皮带千金 王唐云的背影合照 大方热爱的态度颇受好评 从娱乐的潮男穿搭风格 到健身有成之后 被看作有颜值又有态度的 男神等级明星 这一切他笑话从容 你只要到某一个岁数 就会变成这样子 上一代是Daniel 然后再上一代是 股天的 然后再上一代是 华哥啊 曹伟哥啊 香港就是这样子 一代一代的这样子 我也做了十五年 随着年纪增长 娱乐作为演员还有一股 强大的实力感 希望能够接得到 他们的棒 然后接得到的 不是地位是说 不需要让那个港片 会让别人失望 有一个这样的实力感 然后有这个想法 岁月在云乐身上 带来成长 从电影作品 生活态度 统统都可窥见 作为演员 努力充实演技 卖力演绎着不同的面貌 云乐的能量 还在加温中 我们下期再见